他不会杀娇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可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宝宝加油的大朋友小朋友 你们好 我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作者 郑春华 大头儿子是个很有主意的小家伙 也许跟你是一样的哦 希望你们能带着彩色的梦想 无限的好奇心 与这个快乐家庭一起成长 接下来请继续听 董月阿姨带来今天的故事吧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 来自一个小城市的邀请 有一个小城市啊 一共有一百个市民 因为这些市民互相都认识 所以这个小城市的市长就由这些市民自己来选举 他们每年一次 他们每年一次选他们喜欢的 有意思的人来当他们的市长 最近啊 这个小城市的市民听说了很多 关于另一个城市里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 于是这次选举日即将到来的时候 就有人提出 邀请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来给他们当 一年市长 这个提议立刻引起全市人民的欢呼 有的市民高兴的当场就把帽子扔到空中 还有的市民啊 马上手拉手跳起了民族舞 这一天 在这个城市的广场上 歌声不断 笑声不断 第二天早上 即将结束任期的市长 就给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写了一封邀请信 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他们 并且问他们愿不愿意来当市长 哦 当然愿意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当即就对着邀请信大声的回答 就好像那个市长 把他的一只耳朵夹在信中寄来了一样 可是市长只能有一个 谁来当副市长呢 大头儿子指着小头爸爸 那就你来当副市长 小头爸爸指着大头儿子 不 你当副市长 最后 他们只好写信 去问原来的市长 原来的市长就让一百个市民进行投票选举 可最后的结果让市长大伤脑筋 有五十个市民选大头儿子当市长 小头爸爸当副市长 而另外五十个市民 则选小头爸爸当市长 大头儿子当副市长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接到这样的信之后啊 只好先出发再说吧 因为马上就要过新年了 也就是说 新的市长马上就要上任了 这一天 他们在这个小城市的广场上 想出了一个竞选市长的好办法 那就是顶头 谁输啊 谁 就当副市长 一百个市民知道了这个竞选方式 有九十八个市民早早地赶来观看 因为有一个市民是电话总机的接线员 他可不能离开岗位 还有一个小孩 在出水逗 他不能出门 他们已经喜欢上了他们的新市长 不管是谁当选 大家都很高兴 因为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就是这么有意思的人 好吧 顶头开始了 有四十九个市民为大头儿子助威 大头儿子加油 加油 还有四十九个市民为小头爸爸助威 小头爸爸加油 加油 再加油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膝盖跪在地上 头对头从太阳升起顶到了太阳下山 顶得头顶都凹下去了 大头像大碗 小头像小碗 顶得地面上湿漉漉的全是汗水 可仍然不分输赢 最后还是老市长发话了 你们俩都当副市长吧 市长还是由我来当 哦 不 没想到九十八个市民一起喊了起来 就让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全当市长吧 因为他们实在太有趣了 太让我们高兴了 嗯 结果怎么样呢 最后结果就是这么决定的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都当市长 在这个小城市几百年的历史上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明天见